第二百三十二集 刘灿的脸上带着一丝挣扎 两久之后 这才看着三人说 我就不过去了 你们去吃吧 钱志和听到刘灿这话 脸色立即变了 他一直在盯着林凡看 也是两久之后说 兄弟 对面有一家店 你去那边吃吧 林凡抬眼看着他 不去 我们现在要吃饭了 麻烦你别打扰我们 林凡原本是不想计较的 只不过钱志和咄咄逼人 林凡自然也不会给他面子呀 哟 兄弟 你是外地人吧 我是郎城市的 我希望你别自找不自在 钱志和看着林凡 眼中带着冷笑的样子 语气之中的威胁之意很浓 刘灿站起身来 语气很冷淡地说道 学长 你怎么能威胁我朋友呢 王珊珊也没想到 学长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也是脸色一变 刘灿可是他带来的 这要是闹得不愉快 恐怕连闺蜜都很难做呀 更何况 他可是知道 刘灿可以说是对林凡一见钟情 钱志和没有回答刘灿的话 直接伸手就要去拉坐在一旁的江玉盈 你给我起来 你们两个去对面吃 给你们五百块钱 钱志和的手还没有碰到江玉盈 便被一只大手捏住了胳膊 顿时一阵剧痛传来 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起来 再将目光转向林凡 看到林凡已经凶光闭现 王珊珊见林凡忽然动了手 被吓了一跳 林凡要是凶残起来 那可谓是相当的恐怖啊 你这是在找死吗 林凡的一只手捏着钱志和的手腕 直接向后拉扯 钱志和的手腕剧痛 顺着林凡的方向跟随着 林凡向后一扔 钱志和被扔在了地上 江玉盈则是闭上了眼睛 张着小嘴高呼道 哎呀 叔叔又要教训坏人了 盈盈不看 叔叔 你教训她吧 刘灿本来还在生气 看到江玉盈这乖巧的模样 有些哭笑不得 钱志和从地上爬起来 双眼愤恨地看着林凡 你 你竟敢对我动手 餐厅的时刻不多 听到这边的动静 全都将目光看过来 钱志和恼羞成怒 看什么看呢 再看把你们眼珠子抠出来 钱志和充满威胁的话语 让不少人转过头 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盈盈啊 睁开眼吧 这个人还不值得哥哥动手 林凡的语气中 对钱志和充满了不屑 这更让他非常的气愤 剑哥 这小子可给脸不要脸呢 王全顺说着话 来到了钱志和的身边 要我看 咱们直接把刘灿拉走算了 找人教训这小子一顿 王全顺 这里没你的事情 你掺和什么呀 王珊珊皱着眉头 王全顺这么一掺和 恐怕林凡更加的不会罢休啊 他能够看得出来 刚才林凡没有想和钱志和去计较 江玉莹可以说是林凡的逆临 钱志和想要去动江玉莹 这完全就是自己在作呀 刘灿听到提及到自己 脸色并不好看 他站起身来 王全顺 钱志和 你们两个什么意思 我在和我的朋友吃饭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就别打扰我们了 王珊珊听到刘灿的这句话 差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刘灿性格温婉 平时的时候 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现在看来 这是真的被两人给逼急了呀 钱志和听到刘灿的话 正在了那里 刘灿 你为了一个外人 他不是外人 是我朋友 刘灿说着 坐下身来 不再理会两人 刘灿 我算是知道了 你难道看不出来我喜欢你吗 钱志和的脸色并不好看 他都没有料到 刘灿竟然会说出这么狠的话 王全顺一看势头不对 连忙将王珊珊叫过来 珊珊 你去劝一下刘灿 出来玩得挺好的 别闹得不开心呐 王珊珊一脸苦笑 他还是第一次 见到刘灿这么冲动地 说出这样的话 这让他怎么劝呢 更何况 他也认为刘灿做得没错 全顺 要不咱们就别管刘灿了 他们就是吃一顿饭而已嘛 王珊珊说着话的时候 听到钱志和冷哼的声音 没有将后面的话说出来 你等着 我就不信了 钱志和说着 转身就走 贱女人 哼 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王珊珊听到钱志和的话 脸彻底地变了 钱志和居然直接骂了人 这可就过分了呀 刘灿听到钱志和的话 眼睛瞬间就红了 满脸的委屈 灿灿姐姐不哭啊 叔叔 你去教训坏人一下嘛 江玉莹虽然小 但是却也知道这是骂人的话 见到刘灿快哭出来 凑过去安慰道 好啊 不过盈盈可不许看啊 林凡说着 猛地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脚下一用力 直接跳了起来 啊 不要 刘灿见到林凡要动手了 喊出声来 不过他的喊声已经晚了 林凡已经瞬间 到了钱志和的面前 右手一扣 扣住了他的肩头 向后一拉 钱志和摔倒在地 林凡的右脚 直接踩在了钱志和的身上 林凡的这一脚 差点没把钱志和踩得背锅气去 你 我弄死你 王全顺 你在做什么呀 还不来帮我 他这么一喊 王全顺也冲了过来 你这小子放开他 王全顺还没走过来 林凡已经伸出了手 瞬间便掐住了王全顺的脖子 完全没有费任何的吹灰之力啊 两个人的脸贴得很近 甚至连呼吸都能够听到 林凡眼中的寒光 让王全顺瞬 让王全顺瞬间发寒 你们两个一起在作死 王全顺的满脸通红 用力地拍打着林凡的手腕 不过却完全无济于事 林凡依然没有放手的迹象 王全顺瞬顿时慌了 林凡 有什么事情慢慢说 你先放开他 你这么一弄 他一会儿就会死的 林凡看了王全顺一眼 没有说话 将王全顺丢了出去 记得要聪明一点 我懒得搭理你 你却总找我麻烦 给我滚吧 王全顺从地上爬起来 看着林凡 眼中有着一丝胆怯 张了张嘴 最后连句狠话都没敢说 反而将目光看向了王珊珊 都是你干的好事 现在你说怎么办吧 王珊珊满脸委屈 气得一咬牙 你们你们两个臭男人 王全顺 咱们俩完了 分手